小学文化它为何下定决心搞发明 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机器可以飞沙走石 遭遇失败它将怎样面对 敬请收看晚发明之击沙城塔 人工筛杀费时费力 有没有机器帮忙解决 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机器 什么样的机器可以飞沙走石 罗骨喧天它能否赢得最后的胜利 敬请收看晚发明之击沙城塔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晚发明我是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是大家非常熟悉 并喜爱的恒梦华老师 彭老师欢迎您 华老师现在城市的发展速度是越来越快 日新月异 好像很多地方都是在盖房子 对只有盖起了新的楼房你才看到城市面貌的改变 您对建筑方面了不了解 何止了解 我以前也盖过房子 摸过墙 因为那时候条件不像现在这样 你自己可以弃砖 盖上以后要抹灰 把墙给它抹平了 里边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装饰 现在就不是这样了 完全是大机械去盖房 那么既然彭老师有这么丰富的经历 而且还盖过房 那您了解 应该知道有一道工序在盖房的过程中叫筛砂 是 砂子挖出来以后 里边有大的小的石块 我们要用的是里边细的碎的那部分 所以你要在筛子上面去筛 何止了解 这个筛砂子我也干过很多年 也干过 对 只有里边那些细小的那个砂粒 用来去抹墙 才能够把墙抹平 黄老师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什么精力都有 很丰富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发明项目就跟筛砂有关系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明项目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 城市建设日益加快 各种建筑工地也是随处可见 在这些建筑工地的施工过程中 都有一道重要的工具 就是筛砂 筛砂就是将粗砂里面的石头等杂物分离出来 剩下细砂供后期施工使用 这道工具看上去很简单 操作起来却十分消耗时间和体力 那边有人在筛砂 我们去看一下 我进工地之前得带 先带安全帽 师傅 你好 塞啥子啊 哦 啥塞了 我看你已经满头大汗塞了多久了 是两个主持人 两个钟头就塞这么多 那这一堆得塞多久啊 需要一天的时间吧 一天 你们这个工程一天能用多少这个 用四五堆吧 四五堆 那得四五个人塞一天 对对对 那挺辛苦的啊 是啊 师傅我看这个挺简单的 我能试一下吗 行 塞上完整 行吗 我试一下啊 记者接过筛砂工人手中的榨子筛了起来 哦 这还蛮重的啊 没想到 刚塞了几下 筛砂工人就看不下去了 就停了 我们的记者 你这塞得真像啊 外面就是一像不足的那么塞啊 不能这样塞啊 哦 那得这样塞啊 就这二塞行 那那怎么塞呀 阳开 阳开 对 这模特的房子就散开 哦 得散开是吧 对 对 它往下落 哦 哇 就是要人高一些是吧 对 对 那不是更费劲啊 哦 对 对 这样才行是吧 对 然后在模特里放了小车 哦 还要散到车里去是吧 对 哦 这个 还是很辛苦啊 哦 原文以为筛砂就是一个简单的体力活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讲究 没过一会儿 记者就感到了疲惫 不行 我胳膊好酸痛啊 咱们都干惯了 干惯了也不行啊 干惯了也是累啊 干惯了也累啊 嗯 哎 师傅这个沙子都用来干什么呀 可能摩墙用 哦 就上面摩墙是吧 哎哎哎 行 我先去看看 这个活我还是干不了 谢谢啊 筛砂这么辛苦 能不能省略掉这道工具 沙子里面如果拆有小石子 会不会对施工造成影响 带着一问 记者找到了墨墙的师傅 哎 大哥 你好 你是在墨墙是吧 墨墙 哎 如果这个水泥里面有石子的话会怎么样 就脱落 会脱落是吧 就抹不上去 那我们能不能试一下 这种石头 哎 师傅你看我找了这一堆沙子 如果那个水泥里面有这个沙子就不行了是吧 是 不行 那我们试一下 好吧 好吧 那我们试一下 你看怎么弄 倒过来是吧 哦 对 黏不上了吧 黏不上 黏不上 哦 它要掉 黏不上 哦 它要掉 哦 是不是那个泥太少了 黏不上 黏不上 要再弄一点呢 黏不上 黏不上 也不行是吧 黏不上 再弄一点呢 黏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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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说再弄一点 黏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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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 黏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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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漏了一点,漏了一点点,就一点点过去 这不行 比较幸福塞这个沙子 这样塞肯定不行 沙子被淋湿后,人工筛杀更加费时费力 甚至会影响施工的进度 这次修房子的精力更坚定了商西亮 做一台自动筛杀机的想法 他一有空就琢磨筛杀机的大气框架 随时用笔在车上勾勒草图 半年后,商西亮竟然辞掉了收入稳定的工作 贷款六万多元,三十三公里,装心搞八年 压力也随之而来 来人家看不透这块 这说一说,他认为是常常人家管理空白 为啥你的农民年数年不是很多 能发明这种机械,就天荒夜谈 外界压力,妻子的压力 孩子还不顺,孩子们念书需要钱也是有压力 回复者来自周围的各种难 张西亮毅然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自动筛杀机做出来 图纸画出来的,他坚弃机器很快就能成型 可事实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发动机驱动和传动装置的配置 组装过程中,张西亮急需一组变速箱 就配公式,这样才能保证机器人正常越紧 而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在这种专业领域就是一片红白 张西亮的发明才刚一开始,就面临着要求 方老师发明人士下定决心要做一台自动筛杀机 可是这个涉及自动筛杀机应该说有很复杂的物理问题 这里边他遇到的就是一个变速箱的问题 其实变速箱我们经常说 你看那个车里边就有变速箱 像手动挡的就是人为的去控制它速度的变化 在这儿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像这儿拿来的就是一个齿轮传动装置 我一摇,大轮可以带动小轮 但是你会发现这两个轮 它在相同时间内转过的千数不一样 所以这就可以说它们的是转速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这样一组齿轮它可以改变转速 这儿还拿来一个模型 再看这样一个装置 这个装置下边有一个齿轮 上边也有一个齿轮 这个上边齿轮的形状 它是一个螺旋绕在这个杆上 我们可以叫它窝轮 那么我如果让那个窝轮转动 你会看到下边的齿轮也会发生转动 那这个转动就不光是改变转速了 它同时改变了转动的方向 我们怎么样达到需要的那个转速 转速变了以后 它这个在末端产生的这个力也有变化 所以这个涉及到的专业问题 很多方面的知识 它有比较深的 黄老师也如您所说 刚才片子中也介绍了 我们发明人只有小区文化 它能够解决这么多的复杂的问题吗 我们要继续往下看 陷入困境的商溪量 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张新峰37岁 和商溪量是同乡 从小就喜欢摆弄机械 大学毕业后 他自己开了一家农用机械加工厂 也有自己的研发团队 商溪量觉得 如果能得到他的帮助 肯定能计算出 自己想要的变速箱组配工事 带着这样的想法 商溪量找到了张新峰 好 这咋这样 你才提前干的 对象干的干的就是一边干起来的 这是帮我室友 张新峰看完图纸 长叹一口气 从他专专业的角度来看 这样一台复杂的机器 并不是一个普通农民 能复得出来的 他决定好言相劝 对象的一个转转的设计团队 一次两次都不进程 我也挺担心 你现在一家这个情况 赶上改进房子 你边不知道 我不知道 老大 你还要大学吧 对 这玩意儿 马上也要考大学吧 这两个孩子念 说一下 你现在搞这东西 最前挣多少钱 我每天都发现 你这部分开始 上都不喜欢 就从前没想法 所以说 一定得考虑清楚 不能放弃 只能签你 不能护士 一放弃完了 一放弃以后 认贼两久 人的年是整理一股气 就是一股气 你歇气就算完了 但是你要不歇气的情况 往前走 是省力点 但是你往后一推 是失败点 被上其量的 执着和坚持做打动 张金峰终于答应 给他提供帮助 他找来专家 三个人 通过几天 无间断的推理和验送 终于计算出了 变速箱的组配工事 张其量无惑之后 和张金峰 却丝毫也放松不下来 张其量拿到这个计算 他也不停地做出这个 塞装机来 我这次帮他找日工程师 我不知道是帮了他 还是让他越想越想 张金峰的担心 并没有影响到 商其量 他有了变速箱 配速工事 又沉浸到自己的发明当中 经过半年多的 不断摸索和改进 他终于做出了一台 自走式自动筛杀机 商其量发明的 这台自走式自动筛杀机 通过机器前面的螺旋装置 将沙子旋转窝进 不断上升的掉头 筛子不断做机械振动 细小的沙粒 就会漏到下面 循环转动的履带上 经过履带被传送出去 形成沙堆 而大一些的石子 则留在了上面 经过传送带 这些石子又从车的侧面 被排出去 这台自走式自动筛杀机 能够自由行走 自动上铁 实现了沙石的自主分离 听说有人发明了一台 自动筛杀机 物件的村民都跑过来 很热闹 大爷你好 你觉得这个筛杀机能筛杀吗 不是说它这个能干活吗 不是个人筛杀的吗 你觉得这个机器不行是吧 大姐你觉得呢 你觉得这个机器怎么样 我觉得也不能筛 你觉得也不能筛 为什么呀 没有这个 我这都是人筛 不是这个筛杀 没见过用机器筛杀 没有 头一次见这个 小朋友你们觉得呢 你们见过这个机器吗 大哥你觉得这个机器怎么样 我感觉这个东西不行 这 这东西能能能用吗 这个 估计够像 你觉得不能用是吧 对 你看 这地方都是用铁丝绑的 然后都修了 还有后边 我刚才看后边那个门子 哎呀 逛了逛了 我估计这走起来 都能筛杀掉 这个估计都 直接别说干活来 在路上走都不能走 走都不能走啊 基本上就是 这东西基本上 我感觉是不能用啊 他说过 他觉得你的机器不行 我认为我的机器是很好的 很棒的 我认为我这个机器啊 比10人是快多少倍 快很多倍啊 很多倍 你觉得能和几个人比 能给五六个人比是不中问题 那我们就和五个人比比看好不好 好的 那个我们找五个人好不好 可以 这个没问题 我五个人和他比比 张新华是工地上的施工队队长 常年从事筛杀工作 他并不认为 这样一台破破烂烂的机器 就能够筛杀 那这台机器 到底能不能筛杀 速度又是不样呢 记者决定让他们比比看 在去比赛场地的途中 张队长也从自己的工地上 找到了五个筛杀能手 大哥你筛杀多少年筛杀 这四五年 师傅 你觉得你们会赢 还是七五年 我们能赢 为什么 我们超干的 也就是超谁筛杀 我从你们管 你们不见识过的机器 我都给你盖住 在这下子 这里到五六年来都 大哥 你们有没有新银啊 我们肯定有新银 有没有新银 有 那这样好不好 那我们就比一比好不好 好好 现在就可以比 好吧 你看他们 他们好像人多 人很多哦 人多才不如机器快 我能赢得看呗 那种情况 你肯定能赢得看呗 但让实事说话 好不好 那么比一比吧 比一比吧 再让实事说话 行吧 我们比一比 好 好嘞 好嘞 那我们准备了两堆沙子 两堆沙子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的 然后看谁先杀完 谁就赢 好不好 好 好的 好不好 那准备开始 比赛还没开始 双方都抱定了 必胜的决心 在商师傅准备好后 我们宣布 比赛正式开始 商师傅 你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了 你们那边准备好没有 好了 那准备开始 开始 一声令下 比赛开始 筛杀机发出 哐当哐当的声响 不禁让人担心 它会不会 马上就散了架 商师傅倒是 一点也不担心 熟练着操作的机器 这件粗沙 源源不断的进入调动 经过机器处理以后 石子从一旁落出 细沙子 都从筛杀机后面的 传送弹 散落下来 不一化 就堆成了一个小沙丘 人工对这间 熟练的挥舞着 手中的场子 速度虽然不慢 但明显的机器 更辛苦 哎呀大哥 今天晒得怎么样 我看 我看你 你都说出汗了呀 没事 我们有的是力气 有力气啊 对呀 我看他很轻松啊 没事 我们这边已经快 快一半了 我们肯定能赢 我们肯定能赢啊 对 我看现在差不多 但他们要 比赢好多 我们这边 人多力量大 肯定能赢 好 那加油啊 随着实践的推移 人工队的动作越来越慢 就当我们以为 机器队会赢的时候 伤失部的自动筛杀机 却突然吸了火 咋了啊 老板 回来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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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哥 怎么回事啊 怎么起火了 机器一会儿不故障了 我有点故障了 我先去看看 那怎么回事 我看看 看看吧 哪里有问题啊 哦 这个皮带 这个组成坏了 组成坏了 组成坏了 组成里边 那个外块里边 组成坏了 能修好吗 能修好 比较大型了 那我先 我先给你 赶紧去修一下 好吗 我看一下 还能 你修一下 看能不能修好 还能修好吗 我得试一下 或者试试吧 松掉了是吧 松掉了 离封了 张希亮努力地修复着机器 希望能再继续进行比赛 人工队这边 建机器出了问题 却没有停下 反而更卖力了 喝的 我得试一下 喜欢含 我也试一下 再试一下 经过简单的调试之后 商师傅决定再试试 这次机器能不能正常运转了吗 看看什么怎么样 看什么比赛 还是比赛 再看看吧 商师傅不甘心 继续对机器进行修理 你这个好重哦 这个太重了 如果要修理的话 很麻烦啊 是 修理 比麻烦啊 现在修不好了是吧 修不好了 修不好了 那怎么办 那个机器比赛 他只好认输吧 修不好机器 他只好认输 大哥 他那个机器坏了 看来是你们人工队营的 那肯定我们人工队营 咱说老师啊 机器要回来吧 不过是处理的小毛病 你看你花好几年时间 到里面一堆牌 我说你早开 你当费钱买的 回家中地去吧 中地最说还有点收入啊 你说你后几年到里面 有啥用啊 一点用都没有 但是你硬是暂时的 但是我这机器是拥有的 但是我修完了 我这个机器完成好了以后 你永远追不上我这个机器 哎呀 好几年你一直在修 你还能修好吧 上师傅你的机器还能修好吗 能修好 能修好 你换几个好几点行的 那不是还得花点钱 那去花钱 怎么去花钱 不花钱不行 可是你钱 这已经花那么多钱了 我已经坚持的最后 还是胜利还是有点 如果万一还是不行怎么办 不得可能的 第一次比赛的失利 并没有击退上机量 对发明的热情 他破釜沉舟 又贷款四万元 继续在家搞发明 而此时 一直沉默的妻子 终于爆发了 这东西再做啥 把土质 从土质里放安的土质 那是土质 一天才不挣钱的 这光这也花成了 你把这味儿嘛 你不懂得 机械房你不懂得 我不懂得 我就是懂得 你不挣钱的 一天在家的光 把四路味儿 这就活着了吗 这个肥肩磕还累的 这一家四口吃啥 一肩磕累 谁也能累的 带好了快 那啥点心花的这个味儿呢 这吃啥了 这锅儿大锅上这边 麻烦这干卷卷 非常非常大 就是我对家 我传不过气的 我万一你失败了 那个人才了解 我万一失败了 你让人都看不起 那掐坠里还不算 机器能否改进成功 它能否赢得筛杀工人的认可 锣鼓喧天 它能否赢得最后的胜利 敬请收看 我爱发明之 击杀成塔 家人的反对 周围人的不理解 上西两依然执着地坚持着 他相信自己的努力 一定能得到回报 他发现 第一代筛杀机之所以会出问题 是因为 筛杀机使用的是全机械传动 传送带上轴承的齿轮 由于摩擦发生了变形 导致机器卡住 无法正常运转 找到了问题 他开始着手解决 经过几个月不断的研究和改进 他发明的第二代 自走式自动筛杀机 终于成功了 上师傅你好 你好 第二代机器改好了 改好了 我看它就是新一点 好像也没有什么样 对 改进的地方 当时想在第二代产品 改进的地方 就是在发动机缩小的 说小了有什么用 做小的就是在降低消耗能源 降低这个筛杀机的成本 就用油更少了 用油更少了 功率更劝 为什么呢 我给你这个 用的是机械传动 这个变形 设计的机械变形 以后 机械传动 与一样传动混合使用 现在是机械传动和 一样传动混合使用 是吧 之前是 与机械传动的 商气量改进后的 第二代自走式自动筛杀机 将筛杀部分的动力 改成了液压传动 从而减少了齿轮之间的摩擦 避免了筛杀机 因为齿轮变形 被卡住的问题 这样改进过后 它就不会卡住了吧 不会卡住 不会卡住 是吧 那因为我也不知道 这个肉眼也看不出来 那我们还得试一试才知道 对对 好吧 我们得试一试 好 我发现 这个现在不用人穿的 对 不用这种 对 加了两个撑杆 是吧 行 我们试一试 好吧 商气量进入驾驶舱 发动筛杀机 尽量度飞快地运转 几分钟的工夫 就轻松处理完了一堆杀子 没有出现机器抢住 筛不了的情况 看见第二代筛杀机运转的不错 记者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商师傅 商师傅 停下来 停下来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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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机器啊 现在塞这个干杀子 还不错 我觉得我们去塞一下湿的 行不行 行不行 可以可以 人工筛湿杀很困难 这台机器能行吗 商师傅 这么湿杀子也能塞吗 再试试看看吧 我看这个挺湿的 这么湿也能塞吗 再试试看看吧 看见沙子已经湿透了 我们让商师傅 发动筛杀机试试看 出乎记者的意料 这第二代筛杀机 刚运转起来就不动了 只见沙子进去 却不见有沙子出了 哎 老师傅 我看你这有沙子 后面没用沙子了 没有用沙子了 不管我们的记者怎么询问 商师傅始终没有回答 他努力想让机器恢复正常 却没有成功 商气两成末了 当初发明筛杀机的初衷 就是为了能筛湿杀 现在却发现根本不行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方老师您看这个筛杀机啊 它晒干杀效果是不错的 为什么晒不了这个湿杀呢 在这呢我拿了两堆沙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干杀 其实我们一抓你就感觉到了 它干杀粒跟粒之间 它不会沾到一起 这是拿的湿杀 湿杀由于带了水分 所以沙粒之间 它们有一种粘着的粒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呢它能够粘到一起 所以我们筛杀的时候 如果筛干杀 你可以看到 往这个筛子上 一放筛子轻轻一摇 细沙下去了 石子留在沙子的上边 但是我们要筛 施沙 由于这个沙粒之间 它有相互作用的这种粘结的粒 所以你要是震动的不是很剧烈 这个筛的效果就会很差 我觉得解决办法有 你比如说 我让它震动的幅度大一些 让它震动的快一些 我们看一看 是不是也可以 晒出来 晒出细沙的这种效果 黄老师是给我们解读了 这样一个原因 我们来看看 发明能是如何来解决 这样一个问题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商西两继续对机器进行改造 他分析失败的原因 第二代筛沙机能筛干沙 施沙却筛不了 也就是说震动的强度不够 找到了失败的原因 他改造出了第三代筛沙机 商师傅 这是你改好第三代机器吗 对的 你看 这个情况下呢 就能往这边出啥 对 出啥红子 对 这里就出石头的 是手的 这去哪边欺负你 那个朋友就 这双向出这边 哪边也快出 这边不出来 根据窗机的需要 现在石头就从那边出了 对 根据窗机的需要 它怎么就从那边出了呢 这用起是应该系统 穿动 穿动一下 用起来非常方便 可以两本都能出啥红子 也可以往这边转 也可以往哪边转 商西两不仅在机器的内部 增加了筛沙的震动强度 而且在出石子的地方 做了一些改进 使得第三代筛沙机 更方便灵活 而这一次的效果 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还得试试 才知道 商西两发动筛沙机 经过测试发现 这第三代筛沙机 无论干沙还是湿沙 都运转得不错 他决定 去到之前和他比赛的张队长 再比试比试 都运转得不错 去到达 还有 我 火车 都运转得不错 哎呀,比咋你这东西不行啊,你别来耽误我干活了,还不是,回来给你逼别,怎么说呢,我的机器我得怎么赢过你这个 你不要顾到这个来,还是你老老师在家里干点活或者上锅里来给我摔啥子吧,也比你明天在家里顾到这个强 你这块,咱一试试一试的话,怎么呢,我给你试试,你看看行不行 如果你要再树立,你就别言有点机器了,你就直接跟我上锅里来摔啥子,行了吧 可以啊,帮你五十八 好 张队长很快找到了五个比赛的工人,可商师傅这边的准备工作,却还没有准备好 这么半天了,你还没准备好啊 我马上就好 不要说好嘞啊 我们这边很猫,就和你比十分钟,再看看谁谁去做 好嘞,好嘞 你干快点准备啊,我们等着你呢 好嘞 上锡辆准备好以后,比赛正式开始 OK了 好嘞,开始 可是没想到,比赛刚开始,筛杀机就出了问题 停停停停 我杀你呢,怎么又不动了 好嘞,等我给你看看 明明开始测试的时候没有问题,咱们一到比赛场地就出问题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咋呀老师啊,你得又停下来啊 我停下来,我这个机器在这个场地,这个场地我贴不平 摔出来你不均匀,我考虑过来怎么 这种场地,如果你这机器都不能使的时候,那你别的场地你就更不能使了 这已经够平的了,哪有那么多好场地给你刺务着塞沙子 我说你啊,你这机器啊,我早告诉你了,不行 你赶快给我上我拱地上来塞沙子了,不要再研究这东西了 你研究这东西,纯粹是一堆废体啊,我告诉你了 我已经告诉你很多次了,上次我就告诉你不要再研究了 好了好了,我不陪你玩了,我这还有很多事呢 张队长的话,像拳头一样砸进了商西亮的心里 如果筛杀机不能克服场地不平的问题 那自己辛苦发明的筛杀机就根本没有市场价值 而自己一年多的努力也将复之东流 商西亮下定决心要造出一台让所有人都认可的筛杀机 它不分昼夜,整天沉浸在机器的改进中 它发现因为道路不平,被运送上来的粗杀会往一方堆积 当堆积到一定程度,不但会出现筛不干净的情况 还会损坏机器,如何才能让筛杀机始终保持水平呢 针对问题,商西亮不断地进行改进 终于造出第四代筛杀机 商师傅,你好 你机器改好了 我们在不平的路上不能筛,现在可以了吗 现在可以了,我硬克服的困难了 是怎么办的 我家里两个平衡油顶 平衡油顶 这是什么东西 我领你过来看看吧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是叶牙油顶 这是叶牙油顶 有什么作用 就是这是两个叶牙钢 叶牙钢一户怎么成长 整个窗底不平的情况下 这边瓦里可以往上撬,张稿 那边瓦里可以也张稿 保证这个窗底平衡 升降的可以是吧 对,成降 比如说这边矮的话 它可以把这个升起来和那边一样平 对对 这个还挺好 那边也有一个是吧 那边也有一个 这样就能在不平的地上塞了 对 从不平的场地可以塞了 你试过了吗 我试过了 你都试过了 那行 这台机器 它效率怎么样 效率很高 这台机器效率在 在这个不平等级 向下火 就是能晒到 40方到60方 或是70方 都可以打到 因为我对那个数字没概念 这样吧 我们还是和人比 比一比 那个明天我们 我们安排一个比赛 可以 和人工比一比 可以的 好 你这个机器能 能和多少人比啊 能比 能比过二三十个人吧 二十三十个人 那这样吧 不是少一点 二十个人 好吧 也可以的 好 我们和二十个人比 可以的 能不能这个 我这个 三个我要求 一个小小的要求 什么要求 我想把这个 省事所以大一下 好不好 能不能 达到我的要求 省事做大一点 此时 我们能理解 上西亮的心情 一年多的 艰辛和酸楚 一年多的 不被理解和嘲笑 他实在太需要 一场胜利 来为自己 赢得尊严 我们深知 明天的比赛 对他意味着什么 除了为他 默默的祝福 我们还希望 为他做点事 大姐你好 你好 能不能跟你 商量个事 啥事 说呗 是那样的 上师傅了 明天 他的塞杀机 已经研制成功了 他明天呢 和二十个人 进行比赛 我想呢 他肯定希望你能去 不行 还不想丢人 每次别都是说 不想 这样的上师傅呢 他辛苦也辛苦 研发了这么多年 肯定他还是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 如果你去了 肯定是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鼓 那到时候 我再说吧 到时候我考虑一下 再说吧 他怎么自己也不能给我说 他自己连说都不说 我考虑一下吧 看着大姐犹豫的目光 我们不知道 她明天会不会到比赛现场 而我们能做的 也只有这么多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在比赛的广场上 准备好了比赛用的沙子 并请来了村长 在村长的组织安排下 村民们陆续来到广场 我们努力在人群中 搜寻着大姐的身影 却始终没有看到 看着人越来越多 我们也只能按计划 开始比赛了 小区们大家好 欢迎来观看 这次的人际大战的比赛 为了显示这次比赛的 公平公正的原则 我们请到了村长 来当我们的谈判 那现在就有请 村长献复下这个比赛的规则 的人数 好吧 好好好 好 乡亲们 非常感谢 大家来到这个 筛沙子的人际大战的现场 今天呢 咱们这里有两个队 这队呢 是咱们村村民 上西亮 他发明了这台筛沙子的机器 他要和咱们的人工比一比 这边呢 就是咱们村村民 张新华 他带了二十个人 要和这台机器来比一比 今天呢 咱们先公布一下这个比赛的规则 这个规则呢 大家看到一边都是 八堆沙子 现在呢 就是说 咱们小叔说 说是他绝对能赢 这边呢 咱们呢 张叔呢 说他们绝对能赢 咱们大家都来做裁判 看到底谁筛得快 谁筛得好 行的话咱们支持 机器的 咱们就分开 从中间分开 支持机器的 咱们上这边来 那个我们以这个为限 这个为限 然后继续 支持机器的 这边 这是人工呢 就在这边 以这个为限 李赛前 村民都一边倒的支持机器队 这是什么原因呢 你为什么支持机器队 哦 这其实是什么 啊 你为什么支持机器队 这边 那这看着他快 看着他快啊 哎 要追快说 你你见过他在山吗 没见过 你怎么知道他快 你说 见过之前 没有没有追快 你就觉得 这机器队 不一样 好吧 你给我指他 哎 哎 那你觉得 你为什么支持机器队 我刚才记得 肯定比人快啊 肯定比人快啊 你见过他在山吗 没有 没见过 就感觉机器 更快 是吧 嗯 那所以就快就行 你好 你为什么支持 那个机器队 因为我以前 经常看的 那个中央十套的 这个频道 然后每次都是 机器赢 我总感觉 那个 就像电脑 能战胜人脑一样 我感觉 机器肯定能 战胜人工 你看过我们节目 觉得机器队 机器会赢是吧 对我觉得机器队 肯定能赢 大哥我看那个 就是你们的人很少 你觉得你们会赢吗 我们肯定会赢 我们五个人都赢了 我们现在有二十个人 还能不赢 你觉得你们二十个人 肯定会赢他 那肯定会赢 但他现在改进了很多 我知道 我看除了新点 没什么改进 行 你有信心 赞胜他是不是 有没有信心 有 孙师傅 现在这个人工队那边 其实很容易 觉得你能赢吗 我能赢 因为我相信 我刚才的机器 有能赢他们 但是他二十个人 他再加上 十个人三十人 我都能赢他 三十个人 你都能赢 对 我看现在 机器你的人很多 对 看来都觉得你机器很厉害 对 那加油 我们比比看 就当我们要宣布 比赛开始的时候 人工队这边的张队长 却突然飞快地 跑了出去 等一下 张队长这是要做什么 难道是因为 人工队支持的人太少 临阵脱逃了吗 你干啥去 这里 你走掉了 这干啥去了这是 这是马上开始了 打电话出去 这是一看没有支持的 当逃兵了 对 怪不得人家不支持的 给我找个电话 喂 还没人家 还没通 喂 他怎么挂了 接电话呀 那怎么办 我再摆一摆 三十几 你看 没人家 联系不上张队长 我们只好准备 再从现场 找一个人来替代 要不咱们 先找一个 要不 你看他这 电话也没人 接也不知道 他干啥去了 行吧 咱们去 咱们那边还有铁锹子 再找一个人过来 行吧 我们人工队这边 去找一个 对对对 咱们上那边找一个 来来来 谁过来 你来 好 就当我们准备找人的时候 张队长又回来了 而且还带了几个强壮的工人 这让我们大感意外 你这是干啥 刚才 双师傅不是说 三十个人也没有问题吗 我又找了十个 你又找了十个是吧 对啊 刚才 他说三十个人也没有问题 行吧 我们问一下双师傅看行不行 好 双师傅 他现在又找了十个人呢 你觉得行不行 他这算是临时破坏规则 你可以不接受 我们明白这场比赛 对于伤希亮的意义 所以希望他能认真考虑 结束吧 你觉得还是能行是吧 还能行 没想到他还是答应了 这让我们十分担心 而此时 一个更令人意外的事情 发生了 等一下 我有意见 你有什么意见 他们又加了十个人 我们觉得 他们的力量太长大了 我们支持支持队的话 胜算还小 现在我们改主意了 你们改主意了 对 我们想再支持人工队 那行吧 那我们重新选择一面 村长 因为比赛规则改变了 那个机器队 机器队这边一个人 人工队这边又多了 对对对 比赛规则的临时改变 让围观的聪明们 对比赛结果的态度 发生了逆转 他们纷纷加入到 人工队的阵营里 人工队这边 士气大胜 做到我们还在为 伤希亮 感到担心的事情 一个熟悉的声音 出现在 我们的镜头里 现在人工 支持人工队 那边 现在一加上这十个人 他们都到那边去了 这边就是 还有两个 大姐现在 就 请问你们俩了 你为什么支持 上师傅 你之前就反对他吗 我现在 我对他 要支持我照顾 要是我不支持他 实在支持他 我相信他 一定能赢 你相信他 对 大哥 所以你现在还支持他 支持他 我知道他 里边的坚信 所以不管到什么时候 我肯定要支持 张希亮 此时的伤希亮的内心 一定充满感激 不管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 至少 他得到了家人 和朋友的认可 这个人一太熟 我找两个老公队来 给老公加油 你要找两个组 对 加油是吧 那行 看的是这边没什么人 那边 就料理 行 人太熟了 就是人太熟了 找老公队 他们 行 好 我们找他就独来 机器队这边找来了打鼓队 比赛的气氛更激烈了 看大家都准备好了 村长宣布 比赛开始 比赛一开始 人工队和机器队都卯足了架 人工队这边飞快地挥舞着手中的铁锹 在村民的加油声中干得热火朝天 再看机器队 挪骨声声 虽然人气上差一点 但是速度却不慢 只见粗杀飞快地被卷进撂倒 细杀就源源不断地从后面落下来 石子则从旁边落出 十多分钟就筛完了一半的沙子 随着比赛的进行 人工队这边出现了疲惫状 而机器队却越战越勇 速度明显快过了人工队 机器队已经筛到了最后一堆 而人工队却还没筛到一半 眼看自己支持的人工队就要输了 村民又自发地为人工队加油助威 可是随着机器将最后一堆屠杀卷入掉头 人工队彻底地输了 好 好 好 现在比赛结束了 雷工队停了 这机器队认识已经完成了 雷工队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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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宣布 上旗庙队 胜利 没有胜利后的欢呼 上旗辆直接跑到妻子身旁 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此时此刻我们没有去打扰他们 那是首约 他们的世界 大哥看来还是你们人工队输了 是 我们输了 我看你都是塞得满头大汗的了 这天实在是太热了 而且才塞了一半 差不多我们塞了一半 对啊 意思就是说 要将近有60个人 材料和一台机器比 对 如果这样算的话 应该是60个人的话和机器差不多一样快 而且还不能休息是吧 对对 我们中间都不能休息 那你现在觉得机器怎么样 省时省力 然后晒出来的质量 我刚才看了一下也挺好 比我们人工晒的都细 那这次比赛你服不服气 我心服不服 我们输了 而且你觉得机器怎么样 我觉得机器非常棒 因为这个30多个人还厉害 我现在觉得机器要比人工快很多 那个时效快 省时省力 机器怎么说也是比人工省时省力的 商系量发明的自走式自动筛杀机 已经一年多的时间 三次重大的改进 筛杀的速度是人工的50倍左右 最终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发明商系量文化程度虽然不高 却发明出如此复杂的一台这个筛杀机 很了不起 这台自走式自动筛杀机呢 非常好 它自动的把这个沙子啊 通过螺旋装置拨进尿斗里头 然后一边走 一边深按这个筛杀 把这个沙子和石子分别开来 然后呢 自动的这个形成这个堆料 那么这种方法呢 大大的就降低了人工的劳动强度 从这个细节呢 大家可以看出 这个操作还是蛮复杂的 这个操纵杆要通过好几个操纵杆来做 如果发明人能够再把它优化一下 就是采取按钮方式来做 来启动瓶子可能会更方便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期5i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细情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彭梦华老师 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5i发明 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不见不散 小小山药功效无穷 种植开钩颇不轻松 单钩机打钩背地 庞然大物前来帮忙 你见过这样的打钩神器吗 敬请收看5i发明开钩神机 小小山药功效无穷 种植开钩颇不轻松 庞然大物前来帮忙 这是一辆类似坦克的开钩利器 是什么奇思妙想 让它独辟蹊径 有别于传统单钩机 又是什么让它具有如此强劲的开钩能力 面对乡亲们传统而固执的保守思想 它能够改变山药种植的局面吗 这个庞然大物对打钩效率的提升 又会带来什么效果呢 敬请收看5i发明开钩神机